这是一个轰动奇谈的精彩奇局 一个11岁的小孩 竟然决赛了巅峰时期的许晕川 帝凡奇选自2003年 在山东威海举行的一场车轮战 红芳随年仅11岁的小孩张家瑜 黑芳是巅峰时期的许仙许晕川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请看奇凡 那小孩一上来走当头破 许仙把马跳 红奇跳正马 黑芳带大家先走平风马 那么红芳平居 黑芳也平居宝破 红芳进兵致马 黑芳互进七族 那么红芳直接把局开了过去 许仙选择了平炮对居的体系 那么红芳不对啊 顺势压马 这样呢 上方变形到了一个中炮骑兵过河区 对平尔瓦平炮对居的流行大谱 借着黑芳呢往回退炮 想的是平炮来驱离这个红区 那么这个盘元下 红芳走出史上最毒辣的布居 兵武进一 那么拱冰呢 志向从中路发动打击 那黑芳先捕士 红芳呢就再挺兵 黑芳先拼炮打狙 这红区的就躲开 此时黑芳啊 也从七路线发动了进攻 那么双方的护攻非常激烈 红芳往上跳马 黑芳对拱了红兵 红芳上马踩马 那么走到这儿呢 黑芳当时的主流走法有两种 一种是马三退四贴将马 还有一种呢 是本局许仙斗的狙八进八 近两年呢出现了另一种变化 就是足五进一 这个是人工智能开发出来的心情走法 那么当时许仙斗了进局以后的 红芳就往上跳马 这也是普招 那么在这儿呢 许仙选择飞下 这是最流行的下法 如果说在这儿 黑芳选择躲马 那这个戏走下来呢 红芳略在优势 黑芳并不好 所以啊 黑芳选择飞向 拿红芳去踩了黑马 黑芳借助先手之力 平去抓马 那么红马就踩了黑竹 到了这个位置呢 黑芳又有两个变化 一种是萨玛踩驱 来将来那形成五步穿操马 还要一种呢 是本局许先手的 足三进一 咱们在这儿 给大家收益演示一下 黑芳五步穿操马的走法 就是萨玛踩驱又打相 那么红芳也只能说是 平局来拦炮 黑芳会继续萨玛踩驱 把这个炮弃掉 红芳吃炮以后呢 他有个萨玛叫杀了起 现在卧槽是一步杀 挂脚也是一步杀 所以红芳平炮防守没用 只能说不是 那么黑芳卧槽一将 老赛出来呢 再把局一惨 这个呢 就是古谱当中的五步穿操马 当然啊 红芳退居砍足的话 红芳呢 就踩了黑炮 黑芳打马 这个金呢 总体来说还是军事 好 咱们看实战 当时许先走的是另一种变化 足三进一 现在红芳不能拱啊 不然黑芳把中马一踩 然后呢 再进鞠砍兵 这样啊 就会形成两路夹孤的态势 所以呢 当时红芳选择退了手中炮 那么黑芳又进足过客 红芳选择飞向来踩足 那么黑芳继续进足拱马 红芳借助先手之力 退炮打鞠 黑芳往回退鞠 红芳呢 再往上跳马 由于是车轮载啊 当时许先没想那么多 随手平租拱了一下马 那这个骑呢 就亏了三百多分 其实征兆啊还是应该往下充足 那么他拱马以后呢 这红马就上去了 将来呢 就俘有进鞠插向眼 然后呢 再上马踩相的手段 在这呢 黑芳当时啊 想的是进鞠来做炮 不过呢 对小匠走得很好 他平鞠要求对鞠 那么黑芳如果求稳的话 把鞠对掉完全没问题 但是呢 许先啊 没看那么多 把炮吃了 他万而没有想到 小匠呢 连续发动打击 先是进鞠插向眼 恰尔吉呢 要上马踩相 那么黑芳为了趋力对赶红鞠呢 是退炮拦打 但又万而没有想到啊 红鞠不要了 小孩呢 是直接踩了黑相 那么现在黑芳也只能去打鞠了 打鞠以后呢 红芳进鞠一张 黑芳只能电视 那坎士一张 只能上了 然后呢 红芳再踩马一张 现在这个鞠很厉害了 许先当时呢 也比较慌 因为不能吃马呀 吃马的话 拱兵一张 等会过来吧 然后呢 借助炮力 再进兵一张 就拜拜了 所以说呢 当时 红芳踩马一张 黑芳也唯有电炮 那么这个小孩那手的非常精确 砍掉底四来抓炮 许先无奈呀 平破来拦截 现在虽然黑炮打了红鞠 但是呢 打不开 因为招有根马 那么当时红芳走 他往回退马 准备跳马一张呢 再把炮砍掉 所以许先啊 赶快退居防守 但是呢 红芳又从诸鹿发动打击 往前垫兵 那么夏日其呢 要进兵再将 黑芳也拦不住 所以呢 他只好平足挡一下 那这个小孩啊 二话不说 打足一将 这黑芳啊 只能垫居 因为不垫居 你平降的话 我再呢 有个退居砍炮的棋 老将下去 我再进兵 夏日其再一拱 那马三绝杀了 所以说啊 他只能垫居 那垫居以后呢 红芳再拱兵一将 当时许先一看 平降也很危险 于是砍了红兵 那么最后呢 红芳都不采居了 直接跳马一将 那么绝杀无解 许先啊 也就投资人输了 因为现在黑芳只送平降 那手棋了 那红芳再平居一抠 就下就无解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 红芳拱兵将的时候 黑芳难道不能出老将吗 前出老将的话啊 红芳有个砍炮的棋 老将只能下距 然后呢 再禁居一将 然后这样上来 红芳有个平暴简直的棋啊 那这个棋 如果你跌这个居 那红芳跳马双江 你砍炮以后呢 这边停居一抠 也是绝杀 那大家如果说 不跌这个居 垫这个居呢 那也一样啊 拱居一将 然后这样进来 然后呢 再禁兵一将 也是绝杀无解 可以说这盘棋啊 张家瑜啊 是一战成名 跟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